台积電法說登場了 我們可以壓寶誰啊 Leo 我告訴你 沒有台積電就沒有什麼 蘋果嗎 所以台積電是最重要的嘛 哦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積急診室 我是千涵 我是李歐 今天我們有看到 現在有蘋果派有分成兩大族群 一個是新蘋果 一個是舊蘋果 沒錯 真的是舊不如新嗎 Leo 沒錯 你看喔 最近很多的蘋果派 大家還沉浸在過去的回憶當中 對 舊的蘋果派 要嘛就被人家搶單了 要嘛工廠賣掉了 所以你看到很多舊的蘋果派 那個股價表現 一直都不如預期 而且是越走越低 沒錯 可是呢 新的蘋果派 哇 這個 漲勢非常的驚人 非常的凌厲啊 真的很 對 因為剛打入供應鏈嘛 好 那比如說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i12 今天是台積電的法說會嘛 台積電法說會 最重要的 這個獲利表現 我們要關注 就是台積電未來的一個展望嘛 雖然你看它股價橫盤整理 可是美國的ADR它已經創歷史高 但是我們台灣還沒有創歷史高 重點是法說會的預估 還有未來的展望如何呢 自己看一下嘛 你看喔 第三季的營收表現怎麼樣 都創高 季增16% 有沒有 年增35% 而且它的美股存益高達5.3 哇 而且你看喔 第四季還有可能再創新高 董事長還進一步的上修全年的營收 哇 上調三成 你知道這個幅度是相當驚人的 而且明年呢 重點是未來的展望嘛 明年5G的手機會不會越賣越好 越賣越多 還有很多的高效應用啊 比如說自駕車 然後電動車 沒錯 當然高效運算的這個需求 會越來越提升嘛 還有因為疫情的關係 在家的工作 好 那各種需求會持續的攀高 所以未來的表現 當然有機會會更好嘛 會更好 好啦 所以我們看到除了台積電以外 相關的這些配件 有沒有新蘋果嘛 以前不是有一個AirPower嗎 就AirPower的充電板 可是那個充電板一直沒有做出來 那這一次有這個新的充電器了 你看到1190塊 雖然不是很貴 可是相關的這個股票供應鏈 QI無線充電嘛 概念股一檔一檔的噴出去嘛 因為之前一直想要長這一塊 可是沒長到嘛 因為那個AirPower一直難產嘛 可是現在終於出來了 結果我們看到 像這個充電板的概念 今天個股這個8121的月峰 股價表現今天是創波段新高 昨天大漲漲停嘛 那你看3078巧威也是啊 股價也是蠻強勁的 那今天衝高之後打下來嘛 那你看一下8155的均寶 也是充電板概念股啊 今天也是衝高嘛 那再來看到什麼 USB的PD插頭有沒有 微懸電 今天也是創波段新高 雖然因為今天大盤往下滾 所以它有稍稍的壓回 但是你看股價創波段新高 還有人你看性能高 性能高之前五六十塊跌下來 修正很久了 可是昨天漲停板 今天又漲停板 因為外傳它接到耳機的電池的訂單嘛 連續兩天 今天大盤一度跌超過白點 可是你看竟然連續兩天都光要漲停板 所以你看舊的蘋果算不會漲 可是新的蘋果呢 有沒有 還有新的 活蹦亂跳 長很多 重點是你要選到對的股票嘛 那包含像這個充電線嘛 這個充電線的這個材質啊 本來是這個塑膠的嘛 然後它變成這個包覆成 變成是一個編織的一個題材 對啊 那線可能比較不會Q在一起 比較不容易斷掉 你看利利的股價 那漲半的你知道嗎 從之前7塊7.5有沒有 不到7塊了 漲到今天4.5 創破段新高 已經漲了一倍了嘛 所以重點是 我們要把焦點放在新的股票上面 所以以上這些新的蘋果肝定個股啊 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一個參考 是 謝謝利偶的分析 想要知道更多財經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利偶的Liant跟Tag 彈剪輯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